请请回顾 等公子赐那个名字 星儿 既然吓了巨星 做他的事情逼你 我就回不了头了 买什么 不是你贵球 要有一个事情成功的机会 还修了 我们的冷公子不好女色 真想不明白 你为何要把小野猫留在身边 谁告诉你 我不好女色的 他有惊人的观察 山芸丽环境中一切可遇有毒品 他的记忆更有惊人 说真的 你可不能跟我的小野猫 来争格的 近去去上阳望的人 会看透风尘 在就山那彼腹的城 我与你共存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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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让你自己看到什么 你要知道 医生当中最紧要的关头 在是与非 生与死之间 有判断力的头脑 与麻木的眼睛更为重要 是与非详细的手术 我现在已是与非详细的手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公子 燃烈场那天您是不是也去了 小秦 六姐 你吓死我了 跟我走 六姐 你干嘛呀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刚才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 我没干什么呀 我就是今天当职嘛 修到这边来修修庭院拔把杂草什么的 说实话 你在那儿刨墙凤多长时间吧 我只是在屋里面没人的时候才刨 每次不超过一炷香的时间 对啊 六姐 我听说宇文月在每年经浙的时候 都会逼关养病三天 那这三天是他最虚弱的时候对不对 你问这个就是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挖个洞通通风 趁他生病的时候动了他呗 你可是宇文月能洞察一切吗 若他发现必受责罚 以后别再冒想了 六姐 你变了 我怎么变了 以前你的眼里都藏着一团果 可是现在都变成迷雾了 你是不是被他迷惑 下不了水了 当然没有 只是在事情查明之前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可是你不是亲眼看见他杀死的灵溪哥哥吗 眼睛要为时还有什么可动摇的 小七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你放心 我会尽快查试 但在那之前 我们千万不能打草经手 你也不要再乱来了 否则被人发现了 我们都回来了 知道吗 快走吧 骗人 已经布置好了 好 去吧 诺 公子 青山院一气如常 和美年此时一样 愈为缓缓谨守 密不透风 请公子安心闭关养病 去吧 诺 我 往生 目标是谁 半个时辰之后 会有人经过此地 飞马蝶者 消息跨人里头 明光与见的情报 只有蝶指天眼的主人才能打开 你这不是徒劳吗 谁说我要的是情报 此乃天下奇珍 定能够诱发羽文月的寒基 系长 还是老办法 借到杀人 可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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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公子有令 未经通传善闯内院长 厉杀无赦 你干嘛这么凶 你以为我想看你的冷脸 这个东西是三房太夫人 知道公子在闭关静养 所以特意偷我送过来的 说是能做公子通筋活气 三房太夫人送的 这样我也不想为难你 那这个东西就由你转教过公子 愿意检查过了吗 这么贵重的东西愿意不检查 我能拿得进来吗 行 交给我吧 没内宫的人抱着只血浴沟 寒气透入五脏六腑 必然暴毙 行啊 但愿你多抱一会儿 先借你的手送宇文月上西天 然后 你也去死吧 你也去死吧 行儿姑娘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 哦 是三房太夫人送来的礼物 公子正在闭关 现在一律顾准如内 你就先在这儿等会儿吧 是 小八 岳师三哥 我来送去短文营的艾草 哦 要劳了 我能不能去跟我六姐说几句话 请吧 六姐 嗯 你怎么嘴唇铁青啊 哦 可能是这血浴狗冰凉 不过倒是一件消暑的宝物 这哪儿来的 锦筑拿过来的 赶快回去吧 这里外人不能久留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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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体内 又像火烧了一样 走 报 俘埃无礼线黑金石信号箭 叠阵必交 于是三 在 保护公子 诺 火速召集人马 跟我走 你们几个 跟我走 诺 驾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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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在这里 做什么 我 鬼鬼祟祟 出入禁区 请把他收押起来 诺 走 放开了 快走 给我 谷玉坎 驾 会了 成劲了 你们继续把尸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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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动静 我们去看看 谁 说 谁派你们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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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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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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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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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是被欺不到毒蛇所伤 幸好公子救治及时 且又有内功 总算是有惊无险 这是蛆蛇毒的灵药 公子服下很快就能痊愈了 有劳了 他们都有嫌疑 需要以各个排场 我什么都不知道 放了我吧 这本来就不干我们的事 这分明都是新儿做的 新儿是公子的贴身婢女 只有她才能伺候公子 也只有她才能进入公子的卧室 谁说只有我六姐了 说不定是你偷偷潜入公子房间呢 金小八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也敢无凭无据的冤枉我 好 那我就再说一个 我们全青山院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灵溪毒害老爷子 被公子当众处死了 但公子慈悲放过了你们 却没想到你们姓金的 全是吃里扒外的狼崽子 你胡说 我六姐当时明明替你抱着雪域狗 他哪有什么分身法 去造什么蛇 是 你们姐妹二人 不就是他的分身法吗 月妻 他们姓金的 就是二孩公子的主谋 快抓他们吧 你胡说 住口 那个金小七鬼鬼祟祟的 嫌疑最大 把他啃好了 我要去查查那个雪域狗 诺 七姐 大夫 劳烦您看看此物 此玉雕内含有致寒之物 只有有内功的人才不会受到他的寒毒所害 若是寻常人接触了 这寒毒会攻入五脏六腑的 是 快 快将此治寒之物拿走 公子身有寒疾 一旦接触此物 会出人命的 元卫 快将此物拿走 诺 偷袭 毒蛇 血浴狗 这玩的是连环套 后 是连环套 就算了 是连环套 可保孙子平安 有劳了 大夫 我还想请您 再帮我看一个人 岳公子 岳公子 在下好歹也是个氏族 虽然没落 但还没有沦落到 为奴婢诊治的地步 岳公子 为何如此羞辱于我 告辞了 慢 氏族 我今天就可以 让长安城少一个氏族 多一个奴隶 你 你是一家人 不错 这婢女 体质貌似寻常 让她体内 却隐藏着可怕的内宫呢 你可知 是何种内宫 霸道无比 闻所未闻 这口麻石 她多年前被严重的外力所伤 才让这股可怕的内宫 封在她的体内不能施展 但一旦被引动 她自身将无法驾驭 就像现在这样 她的脸色 如烈火燃烧一般 半日之内便会焚心而死 不错 大夫可有良药 除非有人 用身后的极寒内宫 为她压下焚心之火 方可保她的性命 在下一属平庸 实在是无能为力 告辞了 清善运不可成为他人酒后谈资 你可有数 我 我发誓 我今天只为宇文岳公子 稍作诊治 公子健康如常 其他的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使言之死 记住了 有位 送客 不要 不要 不要扔下我 不要扔下我 月琪 把清儿 带入密室 公子 这丫头伤得太重了 她的命 根本救不了 她的命 我说了算 诺 公子 毒蛇之事 我就算先犯整个青山园 也必定查个水落石出 正好借此机会 推掉进军军权的事 把血鱼狗拿过来 公子 血鱼狗乃是你一大颗星 极寒之物 万万不可呀 快去拿来 月琪从小以维护蝶子天眼为天职 公子的安危 就是蝶子天眼的安危 月琪不能做事不管 一个能在绝境里 拼命求生的人 值得再给她一次机会 可是她已经成不了 您的历人了 执行命令吧 诺 当晚安 以原来 哪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公子不会饶了我的 叶公子被毒蛇药伤 我给他开了几封药 然后我就走了 其他的我稍微也不知道 你说的都是实话 句句数实 句句数实 你已经毫无价值了 有的时候杀人 那是可以让人暂时忘掉 我委屈和痛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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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啊 啊 啊 公子 我看不到了 公子 你这 您这是何苦呢 这是暂时她看不懂 她只是一个婢女 到现在 你还认为她只是一个婢女吗 她确实出类拔萃 拥有很多敌者没有的潜质 洞察力 硬变力 都超乎常人 正以为如此 她和锦柱一样 都是最大的嫌疑人 至于那个小琪 不是朱某 看来是乐器多虑了 研究星儿 只是为了查案 给她们最大的压力 让她和锦柱对峙 看她们两个 谁能先找到对方的把柄 诺 小八 小八 真的是你方的蛇吗 你怎么这么傻 这么傻呢 灵溪哥哥的仇必须报 你和六姐都忘了 但是小七没有忘 你听着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把所有的事 全都推到六姐身上 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她要让着要报仇 现在却要你来动手 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能再连连六姐了 你听我说七姐 六姐她不是我们的亲姐姐 只有我们两个才是亲姐妹 才是金家唯一存活下来的血脉 你听明白了吗 我也不想让你经历这些 但你是我的女儿 你早晚要面对这一切 我不希望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你却没有努力保护自己 记住 不管多少火难 哪怕生如微草 你都要坚强地活下去 只有我活下去 才有无限的可能 能不能够 那 nor 还没有 我一定会 这是 请尽管 许多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星儿只是单纯地想救你 还请你不要这样冤枉星儿 我看你是没有那个能力 等到你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会不会杀我 为你哥哥复仇呢 会吗 当然不会了 公子 星儿知道任何心思都不可能 瞒过公子 还请公子相信星儿 我现在看不透你了 来人 把星儿带去审问 诺 她的眼睛怎么了 说吧 是哪个放的蛇 公子 奴婢知道是谁放的 是星儿 你凭什么说是我放的 因为你熟知烛火去蛇之法 也只有你 能在蛇队里镇定自如 凶手除了你 还会有谁 好可笑的推论 锦珠姐姐 你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救了公子 所以我就是凶手了 那我想请问你 我到底是想救公子 还是想害公子 这一头 一般的姑娘都怕蛇 你怎么不怕呢 公子 星儿不是公主 星儿是婢女 公子 星儿在草场做婢女这么多年 饿极了连老鼠都吃 就跟别说蛇了 这么说你妹妹也不怕蛇了 带小琪小帮 六姐 我妹妹跟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绑他们 金小琪 你在公子宅外鬼鬼祟祟祟 说 蛇是不是你放的 不怪气贱的事 全都是 全都是我 全都是我 我一个人干的 刚刚你一看关系都没有 星儿 你们妹妹已经招任了 公子 小琪近日一直行踪鬼祟 我就觉得奇怪 原来是她放蛇毒害公子 小琪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为什么要去打成招 任自己没有做过的事 小琪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内室 就算她有再大的本事 她也没办法像变息法似的 把那么多毒蛇变到公子身边 她是进不了内室 可是她有个贴身婢女的姐姐 你进卧室可是来去自由 我要想放毒蛇 用得着小琪吗 锦竹姐姐 我倒是很好奇 你为何一人几天 都能看到小琪行踪鬼祟 你 小琪 你说 我在找东西 星儿 你妹妹在找什么东西 做姐姐的应该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 是 公子 星儿只不过是在找一块手帕 前几日 丢下公子书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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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儿姐妹几人 已经家破人亡 那块手帕 是我娘留给我们的唯一念想 傻妹妹 其实已经失去的东西 摘不回来并不中了 只要我们心里面记着亲人 我们姐妹还能够在一起 这就够了 对不起 你们不要再犯傻了好吗 什么 以情动人 这一招什么时候都好用 只能迷惑心智平庸之辈 不过锦竹姐姐 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你 公子的卧室里 从来只供兰花菩提 最近为何无端端的出现了 几盆火烧藤角 这又如何 青山院地理特殊 紧挨着温泉 蛇虫属于本来就多 我们奴婢 我们奴婢平时都会洒吸蛆虫的药 避免蛇虫进屋煎咬到主子 而火烧藤角 来自南疆 气味独特 更是吸引蛇虫 比银丹草 叶莱香 还有壮烟青 更为严重 可火烧藤角的气味 就算独特 也绝贵以来这么多蛇 那这么说 锦竹姐姐是知道火烧藤角 会吸引蛇虫吗 那姐姐去购买四盆火烧藤角 你居心何在 我能有什么居心啊 公子 我一直对您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的 公子 自从馨儿到您身边伺候之后 每个月都会受到更烦的孝解 馨儿一直都是拒绝的 但是他们说 锦竹姐姐在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厨房每月十两 花房每月十两 幻衣房每月五两 针线房每月五两 不算上其他各方的 光这四房 每个月就能收到三十两银子 你胡说八道 公子身份高贵 从来不沾金银俗物 想必也不知道三十两意味着什么 馨儿就来给您算一下这账 像馨儿这样的奴婢 穷苦人家的孩子 如果能卖上十两 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那照这样的话 锦竹姐姐每个月 这三十两银子 就会买他自己三个来回了 你胡说 这次火烧藤角 我真的没收钱 这么说 其他的地方收钱了 贪污受贿之人 有一必有二 公子 奴婢知错了 奴婢 确实受过一些散碎的银子买花袋 可奴婢只是向公子 他每天感觉新鲜一点 奴婢只是愚昧无惧 但绝无坏心的 就算是锦竹贪财 也不能证明 他有心要害我 贪婪之人 必有欲望 人一有欲望 就容易被收买 要不然 锦竹姐姐 怎么会受人指使 弄来一只雪玉狗 让我抱进公子房间呢 反正雪玉狗已碎 我死不认证 他们又能如何 什么雪玉狗 公子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公子小心 星儿 公子眼睛已经忙了 你还想拿雪玉狗伤他 真是狼子野心 这下全暴露了吧 月妻 快把他抓起来吧 来人 给锦竹盛中寇 你敢抓的是他 你不是不知道 雪玉狗为何物吗 那你为何知道 他会伤害公子 说 雪玉狗哪来的 三房太夫人赏赐的 三房太夫人 三房太夫人 三房太夫人瘫痪在床 不见人事 你要再撒谎 我就让你变成三房太夫人一般无恙 我不要 公子我说 是 是朱塔总管 他跟奴婢说 这个是北疆特产 是西汉无间 能在公子闭关的时候 输金活血 宫里大增 而且 而且怀公子还留了一剑 奴婢真的不知道公子有寒疾 奴婢真的没有想到 奴婢知罪了 昕儿 就由你 亲手惩罚锦珠 公子 公子不要 昕儿他跟我有仇 你们都知道的 他会打死我的 公子不要啊 昕儿 公子 公子 怎么了 把人活活打死 始终还是太过于残忍 如果换作是锦珠打你的话 他未必会觉得残忍 他是他 我是我 来人 把锦珠带下去 重到二十遍 诺 诺 昕儿护主有功 给赏 多谢公子 但是公子 昕儿最想要的赏赐 其实是能放过我的两个妹妹 好 让他们跟我住在一起 好 我答应你 公子 您为何不借机除掉锦珠啊 他还不足为虑 重要的是 我要让皇上相信 我的眼盲是宇文怀用血于狗所制 无法执行他交托下来的 陷害定北侯一事 那如果宇文怀接替您做了呢 那该怎么办 就算皇上本有此意 但现在也不太可能了 至于锦珠 我倒要看看 京儿如何降服他 书下明白 我的小宫期已经过了 让全人上下 把丧服都脱了吧 公子不用再假装扶桑了 那是不是应该把兴娃收房了 要我说公子已到了籍贯之年 也该 多罪 您说 这宇文怀用血于狗 对宇文怀 下了杀招 正是如此 宇文怀因此寒毒复发 双目失明 宇文怀 这个卑鄙小人 为了争夺蝶齿天眼 竟对自己的同族兄弟下手 哎呀 俗话说 这清官难断家务事 大家族的内部争权夺利 丝毫不亚于国家与国家之间 在战场上厮杀来得温情 甚至更加残忍更加血腥 如果要把这些都放在桌面上 就等于字节其短 损害的是朝廷的体面 丢的是朕的脸 此等大事难道就这样 不管了 此事不能不管 但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要甄选贤能 重启蝶齿天眼 为朕所用 陛下心中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哼 本来呢 这个宇文悦啊 文堂武略 是接惯蝶齿天眼的 最佳人权 但朕让他搜集燕北叛逆的证据 他竟敢违抗朕的旨意 把蝶齿天眼交于他手 不得了 朕岂能放心啊 的确 陛下英年 看着这个宇文悦跟宇文卓一样 也是个空有忠心孝心的人 而且他势单力薄 人缘又不好 而宇文怀手段很辣 六亲不认 又有众多府兵全听他一人号令 他交友广阔 不 他才应该是最佳的人选 陛下要即刻召他进宫吗 不 不用 让朕好好地想一想 那 臣妾告退了 不认识啊 圣旨到 宇文悦接旨 应天顺时 受资明令 皇帝诏曰 宇文将军 应急不胜其重 痛惜之志 圣意续得 兵符交由钦差带回 望钦体朝雀 自意之 钦此 臣 您指谢恩 宇文怀 以血欲狗 遗害堂帝 宇文悦 虽非故意 但行动轻挑 处事不当 则令 闭门思过 接纸 接纸 这就是说的三日之内必有大好消息 你像你死去的父亲一样 给三方丢人现眼 一班 这个 Rosa 祝短加有何吩咐 槐公子对你很不满意 公子有令 让你先别招著那个性精的丫头 知道没有 什么 但是 公子的话你都敢不听了 不敢 不敢 你又好 賤兵 我弄死你 我就不叫金竹 快點 快點 放手 你帶著他們幾個鬧起來 我要讓金家那幾個賤兵好好看 走 走 走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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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今天白夜的 怎麼屋子裡會有這麼多蛇蟲嗎 這誰這麼可惡啊 竟然用蟲子和小蛇來嚇唬我們 我知道 錦竹姐姐 你知道什麼啦 錦絲 你覺得這件事情 會是誰做的 哦 錦竹姐姐 你說的 是那個星兒吧 平日裡 只有金家三姐妹不怕蛇 對呀 金家這幾姐妹也太狠了吧 我們不能讓她們覺得我們是好欺負的 對 我們不能讓她們欺負了 走 去她房間找證據去 走 走 找證據去 走 你不讓她們走 走 那個劍壁是雲雲雲精心調教出來的 不容小趣 那我該如何是好啊 唉 六姐六姐 那好了 小疤被抓起來了 你不去嗎 這部鎖的方向 有 這不是星兒姑娘嗎 等你多時啊 宇文月身邊的貼身碧女 不會不認識這個印章吧 就是她下令你 將你煮出青山月 任憑處置 六姐 你現在是死了一條嗎 你現在是死了一條嗎 呀 呀 夜風吹亂月光 生不住房 心有掩藏 誰人下落悲疼 被命運著的 翅膀 我一人清醒也長四合 融合人世界你說 只有命運 知道我所想 這路有別人有可能